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考过高富帅 战胜官二代 这是平民子弟唯一的希望 干掉他们的希望 这些家伙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 门口看见 我觉得现在家长全是挤的都是家长 然后家长还拿着摄像机往里拍 甚至有的家长堵在大门口那不让汽车过 说喇叭的声音和声音 说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影响我孩子 在里面考试 拿这个试试 每年都这样 今年不是还有说把一个宾馆包下来 就打钓瓶之前复习要打钓瓶里面 营养物质 氨基酸 氨基酸 高压养仓 就搞这个 小孩进考场 那个片子回家放在书柜上 上面一个行标题 一个天才的诞生 这是小帅他们的干活 我跟你说 但是今年考生惊魂了 今年是最严的一次 今年最严的一次 教育部说了 这次是只要把这玩意带入考场 当场都视为作弊 不管你是开机还是没开机 根本不准带手机 而且跟乔布斯过不去 各地都不一样 广东禁止携带喝水的杯子 不能带不透明的 必须透明的 江苏规定不能带任何金属物品 手表也不能带 上海是怎么着 你看上海人是鸡贼的 上海是把高考试卷的交接分发全过程 用这个录像监控头360度无死角 这个录像每六小时还回放一遍 你知道吗 更有甚者 湖北只准考生带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 其他什么都不准带 笔什么的 里面文具统一配发 被称为裸考 真的裸考 史上最严就这一次 哪里啊 史上好好一年了 好像每年都是这样 不是我们现在的考试的整个监督制度 比起以前的考试差多了 你说中举的时候 对 鲁迅的祖父 就是因为稍微泄露一点东西等于死刑 杀头 杀头 鲁迅前家就这样败落下来 现在对于这种泄露之类的惩罚 远远不如我们过去的科举制度的时候 你还想杀人不着 这陷入国家机密罪 其实是 这个考题不就国家机密 牵涉多少人的命运 整个 所以你看当年孙中山搞武权宪法 所以你看中国也有它的特殊性 他当时设计 这对考试是多么重置 专门有一个院 就叫考试院 我最近还接待了台湾的考试委员何继鹏 他大学教授 他做了一个考试委员 他的地位就非常高了 因为他的考试跟立法局 行政局 行政院 立法院是平级的 所以他等于是领导人了 但他就负责出考卷监督人家考试的 小帅你们当年挺风流吧 不是挺风光吧 你们是艺术类院校 对 我就算是逃过这个 分也不及格是吗 数学可以零分 但是也考 这也考 对 画画就是这点撰片 要不然我是树里画一塌糊涂 当时就绕过了这关 然后我们就做 一帮人做的都说好了 到了数学题就不答 就一概不答 后来我们还有一同学好像星潭 那个小女孩悄悄的还打了个十分 后来把他打了 我们大家都 感觉张艺谋也是这么进气的 不我倒是怎么考的 反正我们就是一概不答 然后就交个都交白卷 大家一视同仁 这方面都数学是零分这么进去的 要不然不可能 像我们这 他其实这种差异 每个人的差异 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慢慢显出来了 小学还可以 不得中国导演没文化了 没没 没说的就是我 没错 开玩笑 这个数学虽然得零分 但是后来变成大万 钱都赚的挺多的 确实他有差异化 因为我是从小学 其实我感觉很恐惧 其实高考是挺恐惧的 我觉得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特长 去考一个特长的部门 能够绕开这个数理化 你愣上的话 有些人就有差异 我是到了小学毕业 进入初中以后 什么开始开根号 或者是那种稍微难一点的 什么解 什么 哎呦 那就完了 根本就脑子一块一片江湖 那要是一直走下去到高考 那肯定不行 今年好像是900多万 915万 我可能记错了 就900多万进考场 但是你知道 今年他们就得说一个 我也是觉得 对我点干嘛 就说家长 我怎么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就是带着个盒饭 中午吃个盒饭 对吗 家长做了就去考了 至于的 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说 什么药能让人吃了聪明的 而且他是高考 他是考试 他又不是登喜马拉雅 登不登朱姆朗玛峰 他不是什么体力活 你说 现在有点急了 现在就应试教育 还有这种成功学 正是把人弄急了 弄急了 成功学 疯了 我觉得这些家长 家长的条件也好了 以前孩子多 条件也没那么好 是你考试 考不考 有什么办法 现在而且的确很关键 你这一轮很重要 它筛选等于是人的分流 现在我们的学生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高考就是把他们分流 你这一轮到了上面一条线 跟下面一条线 后来就差得非常远 后来就差了 现在城市交通 什么送一下到学校可以 然后或者是回去了 或者是靠完再来 那种急的劲 我看不得了 家长的急劲 现在我那时候考 那个时候我15岁 就来考这二美元附中 那个时候也是 我是从武汉我自己过来的15岁 这我父亲说走自己走 男子汉就不送 就连出家门 连火车站都没送 后来是我妈偷偷跑出来 给我送到火车站 我那时候我觉得父亲那么残忍 他就走自己扫地赶走吧 然后15岁到北京 一个人考试 考完试一个人回来 但是有亲戚如此而已 但是这也是够可以的一个人 15岁 其实好像那个时候孩子都挺能闯 而且就自己考去 甚至你像我父亲 那就是更早以前了 那个时候 他说他那个时候从山东到天津 他说他一天考了好几个学校 他从农村来 考中学 就考考考 他说我一下可以考七八个 你愿考你就去考 最后哪个娶你 你就上哪个 现在有点弄坏了 还有很多现在考国外的一些学校 都找中介 这个很其实很在某种意义上很不像话 就是说 但是据说 但是据说现在很普遍 今年比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少了十八万 然后说近几年来吧 总共少了三百万 说为什么呢 放弃高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选择到国外去上大学 就参加国外了 理论上你要出去读书 你就得自己填表申请 写各种各样的推荐等等 他们嫌这个麻烦 就花钱 就有人给你专门来处理这些 因为他找国外的这套制度 他给你搞的都一目 怪不得我们收到的很多申请都差不多的 徐老师现在这个是香港一套语文教材的主编 对 香港也有高考吗 香港当然有 也是多高考 而且香港今年非常关键 它是三改四 原来香港的大学是三年制的 从今年开始改成四年制 然后中学就减少了一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非常大的变动 昨天人民日报打电话说要采访我 你说多光荣啊 党报第一次采访我 人民日报也采访我 原来讲什么 就是讲今天的高考题 然后就说传过 你们看到今天的题目了 你给我说说 你看全国卷 一个叫放下顾虑 另外一个叫船主跟七公 我这个实在看不懂 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困惑得要命了 我读给你们听听 他那个考题是这样说 船主让七公给船 七公是谁 刷七 给船涂七 七公涂好船后 顺便将漏洞补好了 过了不久 船主给七公送了一大笔钱 七公说 工钱已给过了 船主说 这是感谢补漏洞的钱 七公说 这是顺便补的 船主说 当得知我的孩子们驾船出海 我就知道他们回不来了 现在他们却平安归来了 所以我感谢你 考生根据材料 自你题目写八百字作文 啊 就今天的考题 咱们逻辑上还没 还没过来呢 没反应过来 刚才我读给这个毕丰 读给我们编辑厅的时候 毕丰第一反应说 那船主想杀掉他儿子吗 没错 这个还是热不过劲的 我的 这个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了 这个小题目 这是不是高科 这是刑侦学校的考考人体 咱们提下广告再解释解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给分析再做问题 我这个题目搞不懂 我觉得这里边有好多 是哪儿的 它好像各想 全国的 全国统一 就这道题目 全国的 它的 我最合理的解释 我们不说这个父亲要谋杀小孩 就是说 这个父亲知不知道有这个洞呢 如果说他不知道有这个洞 他怎么会知道他补过这个洞 对不对 那就这个不成立了 他知道有这个洞 他怎么会让孩子再出海呢 这不是把孩子要送死吗 他知道气功补好了 他知道气功补好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跑来说 孩子出去 我以为他们回不来了呢 我以为他们回不来 就是以为这个船 我就看你这个 我就看你这气功能不能救我这孩子 我不管这个题目出的怎么样 我的问题是 假如我是考生 我今天上午 我对这个题目有疑问了 我要是也来反潮流一下 我质疑这个考题 会不会有分数呢 我马上就得想到这样的问题了 因为学生看到这么一个题目头晕了 绝对的 我跟你说 要叫我可以就此写一篇声讨教育部的习文 在今天这么开明的社会下 没准能给我高分 但问题是没分 最后就是 还是你可能出名了 你可能出名了 你可能但是分 没有肯定 那个是没分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合理的质疑吧 我在想 比方说这个题目出的时候 你可以 那个考生就会这样说 船主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个洞呢 如果他知道有这个洞的话 他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呢 我们作为他的小孩 我们坐这个船 等等等等 我再给你们看看这几条 因为他们人民日报的意思 叫我比较一下中国内地的考题 跟香港的教育制度 这个考题我发现中国真是文化大国 有些考题特别难 我给你看看 比方说四川的考题 手握一滴水 辽宁叫大隐隐于乐 这是不是脑筋鸡卷弯 不是脑筋鸡卷弯 这不是脑筋鸡卷弯 也可能是 人家在现在的学校教育的时候 都说过类似这种事 天津两条鱼在河里游泳 两条鱼在河里游泳 这是作文的题目 这事不大 这事不大 然后还有丢掉顾虑那条 照理说很好写的 但他举的例子也非常好笑 说一个妈妈在田里擦秧 小孩挑秧苗过来 他不敢走了 因为你一划 妈妈说把鞋子脱掉 裤脚给卷起来 你就敢下来了 好 女儿下来就行 你看丢掉顾虑事情就好办 裤子就是顾虑 这么教育女孩不太好吧 肯定没种过田 我种过田的人知道 没有人穿鞋子到田里去的 根本压根不会挑了 不是 关键是你也不能拿这个来 当一个丢掉顾虑的一个范例 对 很好的一个题目 他那个范文豹 他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要我比较一下香港的题目 我发现香港的题目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 比较 靠谱点 你们看看 05年的 他的长文 两个题目 第一是排队 第二个题目 第二次 那个08年 第一个题目 叫不会再穿上的衣服 第二个题目叫跌倒的一刻 然后09年那两个我特别欣赏 第一个叫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有点味道 那眼睛在看着我们 就有想象了 你可以上头的眼睛 你可以是监视器 你可以是父母的眼睛 你可以是把良心的 什么都可以 第二条 我特别欣赏这个题目叫密码失效 密码失效 这个科幻了 我为什么说他这个题目好 因为他这个题目就是说 他可以很写实 但是也可以很抽象 对 考试吧 不是考天才的 大学语文考试的基本出发点 不是 我们只是进一个初步的人才选拔 对不对 不是考天才 你要让很实在很没想象的 也能讲出一个故事 没错 你也能让有诗情画意的人 又有发挥 所以密码写实 你回到家里 你上网 你打不开了 电脑打不开了 这么很简单的问题 你这个傻乎乎的同学也可以说 我怎么办呢 你可以写成一篇作物 出题不是埋坑 你知道吗 咱们可能有点陷害人考生 对吧 给你挖一坑 看你能不能掉下去 但我现在看了网上说 有些考题它都是分配的出题 所以最后出题那个人很可能不是某个教授 很可能是一个老师的实习 或者就那样的 他一层层分 你出这一波 你出这一波 所以有些提出来 不见得谁 不见得谁 也不见得谁 也不见得谁 是你指令说 要出这个大概的意思 结果 就像副导演 一天天 最后谁出 你不浪 但是考是几百万人考 对 这个才是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考题应该是让人家从第一阶到第九阶都有阶梯 对 你看看上海那考题 那就是很难上的 他那个题目叫 人们对自己心灵中闪祸的微光 往往会将他舍弃 只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 而从天才的作品 人们却认出了曾被自己舍弃的微光 我怎么觉得这有点逻辑错乱 对 有点错乱 这是一个反文 写的很高深 可以写的很文艺 但是你像微光这都是形容词 对不对 这到底是微弱的灯光 还是 就是说这些题目很文艺强 我觉得就是太文艺强 这我个人的感受 当然看人挑担不出力 也许出题目的人很辛苦了 因为你知道考题是非常难 他最后出考题容易 改考卷难 你知道 改考卷是非常麻烦 它是大规模的机械操作 但是就说正是因为非常难 他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现在想这种可能性 比如说这船 还有窟窿 有气功给补了 说我就知道我这孩子出去能补回来 我看你给我补 这是一种 你想想他这个思维方式 这已经互相在 一个考试 也不在考试了 老师考在制斗 就是说你是不是压我这个逻辑 你压我逻辑 我给你反了 我给你弄你想象不出逻辑 对 他是不是算了一件事了 2011年香港的另外两个考题是一个叫赵镜子 还有一个叫奇妙的时间表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我跟你说 这就像我们话题一样 你说嘉宾 一下子就开出一个世界 觉得每个人都能有所想象 这才叫正经事 心灵重曾经舍弃的微光 而且考试不管怎么才十八九岁的孩子 对吧 你至少这样的话都明白 高低 一分到九分都可以去探讨他 你嘉宾 这个学生假如说对物理特别感兴趣的话 他可以说镜子有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颜色 他可以写十一大篇 一家的镜子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镜子怎么样 对不对 对数学感兴趣的 可以对尺寸讲一大堆 文学的人说镜子 张爱玲的镜子造出来 王尔德里面 镜子里面造出自己另一个灵魂 这应该有不同的阶梯 我刚才就想 这个补传的 还过不来 我想不是 我想如果我写的话 我觉得我就只写一句话 见过不靠谱的 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 请给我零分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香港的考作文 他除了长文以外 他还有一个叫片段写作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借鉴 他除了长文以外 他的片段写作就是很短的题目 比方说他有一个题目叫 林子久 与自己心情的关系 还有一个叫 老人打瞌睡的动作与神情 他让你写非常薄 这像素描 好 一百两百字 很实在的 长文 眼镜 短文 具体刻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就这样 这样是不是给学生多一点 而且更锻炼写作技能 我觉得 你写出一个吝啬的人 写出一个狡猾的人 是吧 像打瞌睡 他让你 让孩子注意观察生活 平时的细节 让你的心能沉下来 而不至于前段飘着 这种小速写特别好 形容以下两种 其中两种笑 大笑 微笑 冷笑 多好玩 这真是不一样 这一提供我就真是 给我们上了一课 对 就知道咱们那个 当然香港的教育 香港很多问题 总体来说语文教育 北京上海比较好 是今天考语文是吗 对 所以今天为了这个动 想不通的人多得很 没错 没错 我这很 我这一极其强烈的好心心 老大上接了个洞 没错 那些学生明天还接着考 今天晚上都在想那个洞 什么啥时候补的 补不去 很多学生就被这个洞摧毁了 明天也惨了 看看有没有最好的范文出来 看看 考的最好的 他怎么能把它弄好 真是有意思 我觉得你这么一说香港的这个题 我又觉得出题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看我们那个题 你觉得正常人还想不出来 你知道吗 他一般人很难 就是刚才说他叫 你怎么会把他叫劲 基本上 我觉得香港好的题就是说 它可以具象 可以抽象 它可以是实实在在讲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经历 好像是为人在出这个题 你看每个题目都好像每个人 你的小孩子 然后你去发挥你的想象 用你的人去观察 很人道很人性 我们这是脱离了 给你弄一个概念 那个什么 结果脱离是最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去 在你的题目里去绕你的意思 然后再去弄 它两个概念 我们的题是两者分开 有的抽象 有的 我刚才说手中一滴水 这个是抽象 你说这个抽象 又很具体 一滴水 但是有些很具体 比方说什么梯子不用的时候 请横着放 就是说什么包括 但是那个船主跟油漆公司 我跟你说 怪不得张铁生当年交白卷 在中国出的题啊 真能让人一个字 你都写不出来 有气度 是吧 他现在也想不出来怎么写 他后来我不知道 他就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来看 而他后来被写 写